刘嘉玲绑架案,李小龙的死亡之谜,等成龙亲口说出真正的秘密 说到娱乐圈,有很多奇案和无法大白天下的秘密 也有很多因此受伤害的艺人 成龙大哥作为娱乐圈的领军人物,曾在节目上透露过一句话 在娱乐圈,有荣耀但是还有伤害,娱乐圈的黑暗,黑暗倒让人害怕 自己知道一些事情,但是无法大白于天下 因为说出来,自己会受到牵连 自己的家人朋友也会因此遭殃 成龙所说的秘密,引起了大家的好奇 成龙还说,自己会将自己知道的事情写出来,存在律师行里 几百年后,自己已经不在世了,在大白于天下,你们会吓一跳 1990年,刘嘉玲曾受邀和朋友聚会 却不曾想到,在去聚会的路上,被人拦车截下 将刘嘉玲从车里硬生生拽下来,拖到自己的车上,对其进行侮辱谩 刘嘉玲并没有因此屈服,勇敢地将自己的事公之于众,只为了还自己一个公道 梁朝伟也不离不弃,鼓励和支持刘嘉玲得到一致好评 还有著名的李小龙逝世事件,一代巨星李小龙曾死在了自己情人的床上 死因至今都是一个谜 外界传闻也是众多,有人说是猝死,有人说不只是意外 而他的儿子李国豪,在拍电影时,居然被人用一个道具枪伤害致死 应该装有假子弹的道具枪,居然装了真子弹 至今未迷 歌手王杰,曾经被人下毒导致不能唱歌,声称,我知道是谁,记得是他地的水 但是他不能说,只是为了自己不遭殃 希望百年之后的一天,我们能还一些真相于大白,揭露所谓的黑暗 了解 中文字幕顶声 推荐 感谢观看